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例来自一个中部小城市的旅游业营销案例,刚好也是我家乡河南省南兆县的故事。 在开始之前,先容我为家乡打个小广告。 南兆县,这个位于扶牛山深处南洋盆地边缘的地方,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了丰富的自然和历史人文资源。 我们有连绵的高山、清澈的溪流、壮观的瀑布,还有茂密的林场。 依靠五朵山、圆仁峡谷、丹峡寺等旅游景区,我们大力发展了适合夏天避暑和养生的旅游业务,还有滑雪、漂流这样的休闲活动。 不过,最近三年的疫情确实给我们的文旅业带来了不少挑战,酒店业也受到了影响。 好在最近两年,我们政府开始带头,文旅局出面,重新制定了以旅游推动经济发展的策略,并推出了一系列的营销方案。 我们这里有个开了30年的老酒店,惠仙元酒店,现在是重点合作的酒店之一。 他们策划了两个方案,一个是政府、酒店、景区三方联动,形成景区和酒店的双向引流,延长留客周期。 同时还结合了一些民俗文化活动,比如说北顶五朵山庙会这种制造区域热门话题。 另一个做法是与特产加工、销售联动,将山货、山针、蚕丝产业、药材等特产带入一些新的渠道,包括酒店线下引流,提供线上带货平台,举办产品营销会品鉴会。 酒店的装修和布草都用了南兆的传统元素,客人一住进来就能感受到我们的文化。 2023年我们的成绩还是蛮不错的,灰仙元酒店的入住率提高了30%,其他的酒店民宿也跟着水涨传高。 全线的游客数量超过了400万,带来了20多亿的直接经济效益。